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是神秘突击的英雄 红线强强对决的精彩 再展奋进扬威的荣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 春节特别节目 致敬终极英雄 我是主持人李伟 2017年8月 令人瞩目的国际军事比赛 2017在5个国家22个场地举办 17个国家派对参加 国军首次成功承办了6个项目的比赛 中国军人过关斩将 敢打敢拼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谁是终极英雄栏目 在第一时间深入到参赛部队 选择了安全环境 苏沃洛夫突击和晴空三个项目 拍摄制作了三个系列电视节目 今天我们致敬终极英雄特别节目 就要回顾这些精彩的比赛 在线中国军人赛场拼搏的风采 首先我们要回顾的是 其中的安全环境项目 上次过来 上次过来 我走过来 好的 现在我们演播是请到的嘉宾 就是参加安全环境这个项目的 我军参赛队领队北京卫戍区 某防化团团长马国杰 马团长欢迎您 首先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安全环境比赛的现场 安全环境比赛是中国和俄罗斯 白俄罗斯 伊朗 埃及 五国防化兵的一场综合大较量 分为三个比赛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单组赛中 中国队两个车组 率先完成了12道车辆月仗 化学侦查 辐射侦查 洗销作业 和通过火力突击区的比赛科目 出战告捷 进入第二阶段接力赛后 中国队再接再厉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再一次率先到达终点 最后的第三阶段 步枪射击 中国队弹无虚发 以大幅度领先对手的成绩 一举获得了第一名 最终中国队囊括三个阶段的单向第一 和团体总分第一 充分展示出中国防化兵的过硬本领 和超强实力 我们刚才回顾了安全环境 这场赛事的一些精彩画面 首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这是一场防化兵专业的一个比武 国际性的比武 那么为什么要命名为安全环境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防化兵的主要任务 可以概括为关针防销 关就是对核爆炸进行观测 对化学袭击进行观察 侦查就是对核生化危害 进行化学侦查 防就是指对核生化污染进行防护 进行自我的防护保障 销就是指防化兵 对核生化的危害后果进行消除 我们当时看了这个整个比赛 是分三个阶段来进行 而三个阶段的内容 差别是很大的 那您当时作为中国队的领队 最关注或者说最重视的是哪个阶段 我最关注和重视的是单主赛 因为单主赛是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科目 它的比赛成绩好坏 对我们队员的心理会有极大的影响 万事开头难 对 而且要做到首赞必胜 也是我们这次比赛提出的目标 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 由于各国选手参加比赛的实力 还都未知 所以说在单主赛的比赛过程当中 队员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单主赛的过程当中 主要考察的是选手哪方面的技能 单主赛主要考察选手两个方面 一个是防化技能 一个是战斗技能 防化技能就包括应用侦读 核辐色战争检查和洗消 战斗技能包括特种驾驶和战斗体能 在这个技能的考察当中 要求我们防化车主的人员 必须做到准确快速和稳定 要快要准还要稳 对 那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下 当时我们中国代表队 参加这项单组赛时的精彩表现 三二一发车 中国车组首先发现 非常漂亮换到非常迅速 处在外道的是中国二车 建宽门 离区化学侦察作业区 中国队在侦读作业区里面 正在取样 完成作业提交 好的登车 准备登车 二车 中国二车 漂亮 通过了S半路 进入蛇行船杆 挑一过完 驾驶技术 前熟 到达了第二串业作业区 通过侧坡路 非常漂亮 速度依然既往地 迅速 洗销作业区 看一下我们洗销业 出水情况 好的 出水成功 加速登车 完成作业 情况处置非常得力 漂亮 明明队员 驾驶员高攀 快速通过 好的 高攀 它的通过 锁到速度非常快 向前冲 抬墙 跨步通过 非常漂亮 好的 漂亮 三四五 标准的五步 往墙攀跃方法 非常的顺利 漂亮 飞成上桥 快步通过 漂亮 上迷队员通过 回心路段 没有任何犹豫 非常稳健 通过二车组 最后名队员 已经到达了东沐桥 第一名队员 通过地转网 好的 现在属于高攀 一个人表演的时刻 让我们为高攀 加油 第一名队员 首先飞船若鹿 深刻 加油 中国 加油 高攀 中国队 中国队 好的 首位队员高攀 已经冲到了中年 最后名队员 车长 张立东 中国队 中国队 最后名队员 现场观众朋友们 中国队 漂亮 中国队完成了 本轮的精彩展现 那在所有这些比赛项目当中 您作为领队 您觉得 哪一个项目 我们的优势是最大的 这次比赛 我们要全面支撑 在这三个阶段比赛当中 我们感觉到 最能体现 我们优势的 还是在接力赛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通过视频 看一下 当时这个接力赛的 比赛情况 现场速度激速狂飙 现在我们的队员 首名队员 已经完成了作业 现在 我们中国队的后面 两名队员 也在加速的追赶 第二车组顺利出发 观众朋友们 现在二号车组的 三名队员 均是由陆军防化 第一团的三名防化兵组成 它是我军 唯一的一支 国家级陆上 和声化应急救援力量 二号车组 即将到达我们的人员 火力突击区 现在我们的三名队员 依次通过人员障碍 正在通过高往墙 A长的矫健 队员 纵身音乐 实力非常的强悍 好的 现在 非常胜利 现在 防化一团的官兵 最后二轮车组 中国的二号车组 已经通过了 被毁的房屋 第一名队员 即将通过 到达 独木桥 非常的稳健 地装网 高度只有40厘米 现在采取 第一次扑腹的状态 要求我们队员 一鼓作气 非常漂亮 挂腿撑起 非常漂亮 好的 手轮通过的是 高攀 驾驶员 经验丰富 志气百出的 张立东忠师 好的 已经到达了深刻 正在一鼓作气 漂亮爬出 中国队 完成了比赛 中国必胜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最有信心的项目 那有没有 比较心里没底的项目 或者说 对我们来说 挑战性最大的项目 对我们挑战最大的项目 应该说还是射击 因为这个科目 设置难度非常大 射击的科目设置 是在自然地形下 采取随机出现 陰险目标 进行战斗射击 这个科目设置 最大限度的 体现了战场的环境 所以说 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 也是最容易出现 失误的一个项目 就是极其接近实战的一个项目 而且我听说 当时这个 射击者和靶子的距离 都不是整百米这样设置的 对 随机设置 对对 我们在设置当中 就是按照非整百米 按照自然地形 随机 显示各种把镖 要做到枪枪命中 确实非常有难度 既要有着扎实的基本功 也要有着好的临场发挥 所以这个科目 各国都是非常忐忑的 应该来说 这个科目也是考验 我们队员心里的一个 重要的科目 我们也来看一下 当时射击比赛的现场情况 这是安全环境项目比赛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科目 也是中国队前两年参赛 保持领先优势的强项之一 队员要在佩戴面具的情况下 以自动步枪射击三组 隐显目标 然而 它与常规射击比赛 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 队员们要打的 并不是整数射具上的 同类把镖 而分别是 135米的头把 230米的胸把 和320米的身把 每次射击的目标不同 射具不同 姿势不同 隐显仅有短短的 8到10秒钟 之后还要进行 首雷的准确投掷 这就使得射击比赛 具有很强的实战性 对抗性和不确定性 对参赛队员提出了 更为严苛的挑战 其实我觉得马团长 我们作为防化兵而言的话 不光是比赛是挑战 我们每一次的任务 其实都是一种挑战 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我这个说法 那您说的很对 防化兵是一个特殊的 专业技术兵种 也是最能体现 屏障结合的一个兵种 我们在平时的救援 还有在暂时的防化保障 都是在核生化条件下 极端危险的条件下 进行专业的技术保障 因为我们最专业 所以我们所处置的位置 是最危险的 对 我们在核心区 在最危险的 核生化的危险的范围之内 进行作业 所以说我们防化兵 又被誉为降魔神病 那么这一次 您作为我们中国代表 代表队的领队 带领咱们的队员 在国际赛事上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那么现在 我们回到部队了 又开始了日常的训练 那么下一步 您有什么打算 我们想通过这次比赛 我们得到了很多 保卫的经验 我们总结起来 我们感到 起事大于比赛成绩 我们得到的收获 是非常多的 在下一步的训练和我们的日常建设当中 我想重点是三个方面要注重加强 一个是要把赛场的制胜的能力转化为战场制胜的能力 比赛的现场虽然近似实战 但是与实战化训练还是有一定差距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要把赛场制胜的各个制胜的因素 要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加以推广运用 最终形成我们实战的能力 另外呢 我们要把比赛的一流 转化为我们战斗力建设的一流 比赛是一项专项的活动 我们在组织比赛的各种环节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从上到下也都非常重视 在我们日常的战斗力建设当中 也要像这次比赛一样 全力以赴抓好我们部队的各项建设 使我们部队战斗力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个方面呢 要把我们比赛的作风转化为我们平常的作风 我们赛场可以在争先 奋勇争先 可以不怕苦 不怕累 可以流血牺牲 那我们平常的训练 也要像我们的赛场训练一样去靠拢 在平时训练当中 我们就要发扬这种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训练精神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来践行自己的忠诚 好 谢谢马团长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那么我们聊完了安全环境的比赛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 中国队参加苏沃洛夫比赛的情况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演播室请到的嘉宾呢 就是参加苏沃洛夫突击比赛的中国代表队的领队 北部战区陆军第79集团军谋旅的副旅长 张立国 张副旅长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关于这个苏沃洛夫突击比赛的情况呢 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苏沃洛夫突击比赛 是以18世纪俄罗斯元帅苏沃洛夫命名的 步战车比赛 主要进行机动越野和精确射击的比拼 比赛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单车赛中 中国队派出的三个车组不负重望 从进入射击阵位射击 到进入障碍区 他们穿壕沟 过水杖 越断崖 攀土岭 一路驰骋 始终占据着领先优势 进入第二阶段接力赛后 中国队在与俄罗斯 伊朗 美内瑞拉等国 代表队的同场竞技中 凭借着高超的素质技能 又以零失误 零托把 零罚石的绝对优势 获得了接力赛的第一名 包揽最佳车组 最佳驾驶员 并获得了2017年苏沃洛夫突击的团体冠军 我想看了这个视频 可能观众朋友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觉 就是比赛的设置很复杂 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 您作为领队面临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当时我觉得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来自于本自身 因为这次比赛是我们陆军成立以来的 首次办赛 这个项目就是整个赛场的第一场比赛 这就涉及到我们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 取得入场卷 当好陆军的代表队 第二个来自于对手 因为这个比赛的项目发起于俄罗斯 另外他们这次比赛 是带着自己的装备来参加比赛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之前 两届都是俄罗斯取得了第一名 是的 第三个压力就是来源于现场的观众 可以说我们这次办赛 是我们这种军事比赛 第一次面向社会 面向这种观众 这个台下观众有几万名 又是我们的主场 对 又是我们的主场 这个观众翘手以待 我们能不能展示出我们中国装备的实力 展示出我们中国军人的训练水平 我觉得特别重要 所以说这种压力是无形的 您刚才说听到我都心里比较有压力 是这个系列赛的第一场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领土上办的第一场 又是面临强大的对手 对方又是势在必得 是的 那这样我们还是通过一段视频 看一下当时比赛的情况 蓝色不战车犹如离弦之间 快速向激动越大路段驶起 正在进入激动越大路段 这个障碍主要是考验驾驶员 在高速性质下 对转弯时机把握和对车辆的同质能力 主要是为了在战场上 有效规避导弹袭袭击而设置的 好的 让我们看一下 蓝色不战车到达摄水场 漂亮 蓝色不战车 游如出水交流迅速的扑造了生日场 在烟火炉段各个赛道区域消炎四起 这里主要是检查驾驶员 短时间内操控车辆 进行迷茫驾驶能力 我们看一下 已经来到了车的桥 飞越 漂亮 蓝色不战车飞越了车的桥 即将到达的障碍是牙壁 牙壁高0.7米 正面宽三米 纵向长十米 我们看一下 好的 蓝色不战车驾驶员非常的稳 好 不战车即将到达设计站位 好 驾驶员果断进行停车 占领设计位置 好 目标已经出现了 号上已经设计 看目标 好 手方面重 目标被激动了 好 中文字的小伙子们 你们的精彩表演 通过这个障碍 主要是训练和培养驾驶员 通过地面倾斜路段 检验不战车通过胁迫能力 显示的是三个榴弹发射器目标 号长正在速度目标 好 命中目标 搜索下一个目标 号长瞄准的比较沉稳 好 命中目标 第二个目标被命中 前进 好 已经视力完毕 三个目标全部灭中 中国的第一汉车车 已撤退了实际上位 向下一个目标驶去 好 我们为蓝色布袋车 中国赛赛收走 加油 到达中间 我们将打车送给 中国的第一汉车 那么真正进入到比赛之后 可能这种压力 或者说是对于比赛 这种担心就不能再有了 必须要投入到比赛的 内容当中去 那么两个阶段的比赛 这个单车赛还有接力赛 对哪个阶段的比赛 您最满意 我觉得这两个赛段的比赛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都很满意 要是非得评出个一二的话 我觉得第二阶段的接力赛 我更满意 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 在接力赛过程中 可以说队员之间 协同的非常好 第二个特点就是 速度比较快 第三个特点 它就是属于无法实 说的协同好 就是单车赛 这是车组成员之间 属于内部协同 就三个人之间的协同 那么在接力赛过程中 它由这种三个人之间的协同 变成了车组和车组之间 这种大协同 说它速度快 就是说 整个接力赛过程中 我们是12圈 51公里 我们领先了第二名俄罗斯队 将近三圈的时间 时间领先了18分钟 可以说 队员的发挥 近乎完美 就是这个优势非常明显 优势非常明显 再一个就是它属于这个零罚实 就是队员在比赛过程中 越野51公里 这个零故障 越上120次 零输 设计了24个目标 零拖板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所以说我对第二阶段的比赛 可以说非常满意 听着您这么说 我想观众朋友们也很期待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接力赛的赛况 黄蓝车组已经按命令出发了 他们即将到达的第一个障碍物是 车者桥 该障碍是在长20米 桥面宽1米 高1米的障碍 我们看一下 在比赛的一开始 蓝色不战车就已经 在出发上超越了黄色不战车 看一下蓝色不战车 等约出射击情况 蓝色不战车 中国队在刚刚 通过了一个设计的情况下 依然在压力这个障碍的时候 超越了蓝色不战车 这就说明 中国不战车在 破障包括设计的情况下 真的是 就是用了他们的机制 现在我们屏幕上显示的是 中国的参战车组 正在进行第二次正向射击 他们在这个位置 就要完成 30发切的62毫米冰列机枪弹 对三个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目标 进行射击 蓝色不战车先从面 蓝色车组前进 好 蓝色不战车 已经撤出了射击阵位 沿竞速路段继续前进 好的 现在画面上已经显示出了 我们蓝色不战车红色分车 能否超越了 绿色车走 应罚三串 执行一串 两个撞了 快来撞了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是个碰撞 明显的是一个碰撞 它在阻止蓝色不战车进行前进 而且是在蓝色不战车 已经超越了它之后 它有个非常明显的 向右转向的一个过程 是的 这个过程可以说对蓝色不战车 还好我们这个驾驶的操作非常好 对 超红的说明驾驶 驾驶几乎没有精湛 对 很容易到达车的走快 现在蓝色不战车 应该来这么一千 直接腾空扑入到了设计上 所以这个动作特别特别的精彩 整个车体在空中都是悬空的状态 好的 现在蓝色不战车 中国的第三轮小组 完成本车组的第四轮比赛 好 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测向设计 在这个位置当中将使用15发 30毫米液光穿甲弹 对1300到1500米的三个不战车把 进行短停测向设计 好 现在是第一次断停 炮掌应设计了 好 炮掌打得比较的沉稳 把它比较有节奏感 现在我们炮掌使用的是单发射 这种设计方式可以说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在这种比赛我们已经领先很多的情况下 这种方式还是非常好的 我感觉这个炮掌是非常聪明的 是的 它从采取的射击战术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 从目标站到的来看能穿越了把镖 从图像上来看的话已经命中了这个目标 是的 是的 好 已经显示命中目标 从驾驶机 驾驶的滑形来看 我们驾驶员队的控制还是比较好的 好 最后一速转连设计 好 炮掌已经出现 快点设计 漂亮 第一发就看得出 就平均动了 也命中把握 好的 它们已经到达了崖壁 我们看一下啊 中国队在通过崖壁的时候非常的平稳 好的 已经顺利通过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趴上崖壁的一半的过程中啊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速 加油门的一个动作 这就是驾驶王处理的非常非常好 是的 好的 现在蓝色步战车已经到达了土岭 可以看到蓝色步战车在通过土岭的动作 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但是本车的驾驶员力红啊 也是踩出了右门 他们马上到达的是胜利的终点 好的 中国队已经到达了土岭 然后将来就是胜利的过程 接力赛应该说是在比赛当中 像您刚才介绍的 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比赛环节 它需要相互之间的配合 相互之间的这种信任 在这个过程当中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那能不能这样讲 我们拿这个第一过程 还比较顺利 不是 在比赛过程中啊 俄罗斯队的一个动作啊 差一点让我们与金牌失之交臂 过程啊 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后 我们的不战车当行驶到第三圈的时候 就是进入第三圈 第二设计阵位之后 俄罗斯队由于指挥员指挥的失误 车辆误入发旋区 直接从在直路上啊 直接斜着就这个对我们的不战车啊 产生了一种撞击的这个行为 造成了我们不战车 翼侧的这个防护翼子板 这个损伤比较大 同时对这个主动轮啊 包括这个履带啊 都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当时发生这种 这个情况之后啊 我在指挥所 因为负责指挥我们的不战车车组啊 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每个指挥者上面 每个指挥员前面都有个大背的望远镜 由此可见啊 我们这次比赛 您作为领队 沉着冷静 这个车组里的小伙子也是非常的不简单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还能够稳定的发挥 而且是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确实不简单 那我想问您的是 取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 就这次比赛而言呢 这个经验之一啊 就是训练过程中 提高了训练的难度和强度 训练的时候要求更严格 在战场上 在我们的赛场上 能够更好的发挥 对 全程的精细组训 这个可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在整个备赛过程中 是158天 在这个训练过程中 我们把全程精细化组训 列为重中之重 有的时候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再往上提 实际上是很难的 是的 就像考60分 你想提到考80分很容易 但是你已经考到了96分 想提到97分就很难了 是的 就是你以单车赛为例 每个车组需要过三次射水场 那么你每一个车组要提高 两秒的话 那就是一个车组就是6秒 你三个车组就是18秒 那么在赛场上18秒 那这个成绩 如果都能提高的话 那也是可以说是 也是非常这个不得了的 尤其是这种高手对决 别说18秒 可能一两秒钟就决定胜败了 对对对 这个第三个经验呢 我觉得就是 这个组训过程中的训法创新呢 也是尤为重要 我们在这个整个备赛 组训过程中 这个总共啊 自己这个发明创造了 这个总结了23种训法 只有这样 才能把我们的实战化训练 落实下去 让我们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提升上来 进而啊 提高部队这种实战化能力 好 再次感谢张副旅长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通过苏沃洛夫的比赛 我们为中国队的选手 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与多国抢手的激烈比拼当中 他们展示出了 中国战车的优异性能 赛出了中国士兵的良好素质 更展现出 不战车勇士 一往无前 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感 而在国际军事比赛2017当中 还有一个项目令人瞩目 那就是晴空项目 他们是沙场利剑的猛士 他们是神秘出击的英雄 红线强强对决的精彩 在展奋进扬威的荣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 谁是终极英雄 春节特别节目 致敬终极英雄 在国际军事比赛2017当中 还有一个项目令人瞩目 那就是晴空项目 好 欢迎大家回来 现在呢 坐在我们演播室的 是参加晴空比赛的 中国队分队指挥员 来自南部战区陆军 第75集团军 某合成旅士官万宝镜 欢迎你 你好 咱们在开始之前 还是回顾一下 晴空比赛的精彩回放 晴空比赛是陆军防空兵专业的 国际比武竞赛 分为技能赛 多能赛和综合赛 三个阶段 中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等七个国家的代表队 同场竞技 它既有单兵体能比赛 又有轮式战车 越仗机动 还有便携式导弹和机枪 对多种目标的射击 这是一个涵盖了防空导弹 技术战术的全方位较量 具有很强的竞技性和实战意义 中国参赛队全力以赴 以令人信服的实力和斗志 从竞技赛的开门红一路领先 赢得了最后综合赛的大满贯 夺得团体第一名 刚才我们通过小编看到 在整个晴空比赛的三个阶段比赛当中 都有装甲车的竞速的比拼 那么这种比拼项目 和我们平时的训练内容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比拼的项目 跟我们平时训练的区别是 一科目设置的内容增多了 比如车测桥 反短客豪 涉水场 土岭 车请坡等障碍 第二点是难度增多了 标准更严了 这个跟平时训练的要求比较高 因为平时训练的话 每个这个科目要反复的通过 必须要达到十次 十次都要完美的通过 就是标准是连续通过十次 十次都完美通过 那么我们就通过视频 看一看当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队员是如何展现 他们的高水平 好的 战车出发 漂亮 起步非常的迅速 漂亮 非常漂亮 好的 正常通过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涉水场了 可以看得出我们的驾驶员 彭新驾驶技术是非常的高超 从一开始就不甘落后 一速前进 那么现在好好地缓慢 进入了我们的涉水场 经过与驾驶员彭新的交流 其实大家看起来 这个涉水场的项目 可能经过前几个国家的比赛来看 可能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 但是其实大家错了 在战车刚下水的时候 在前挡风玻璃上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所以说对驾驶员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好的 马上进入这个障碍的入口处 非常漂亮 驾驶的非常好 战车员彭新也说过 在这个障碍其实入口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战车 它有六米多长 而我们的入口仅比战车稍宽那么一点 所以说稍不注意 在我们的入口处就会触碰到限制杆 而且刚才在几个国家参赛的时候 都有触碰到限制杆的现象 可以看到我们的边菜也是举其示意 没有任何的问题 完美的通过 好的 那么剩下最后一个半圈 怎么样呢 非常好 非常好 画面中我们又看到了 中国队又出现在画面中 通过的是错位通路 好的 我们看到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而且顺利通过 通过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么现在进入的是双直角路 漂亮 没有问题 很好啊 好的 顺利通过 顺利通过 在整个晴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应该说射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当时导弹射击的话是整个科目最关键的一个内容 有几种射击内容 每个阶段都有三种射击方式 第一种是导弹对模拟空中目标迎攻射击 第二种是导弹对模拟空中目标尾追射击 第三种是行进间导弹对直升机把固定目标射击 好 那我们看一下当时比赛的情况 第二射击地段导弹 对模拟空中目标迎攻射击 好的 好的 启动了地面能源组件举手示意 我们的高速把弹即将升空 请看左前方 好的 把弹出现了 导弹出头 漂亮 现在车辆已经来到了第三射击地段 看一下我们的八二毫米照明弹即将出现 好的 照明弹出现 可以看到我们李洛明的射击节奏灯是非常的好 每一次射击间隙他都要需要利用这个间隙 快速地瞄准以及跟踪锁定目标 好的 战车启动 好 直升机把出现 夜光管已经点亮 战车进入了射击开始线 我们来看一下卢东华的表现 导弹出头 漂亮 直接面中目标 厉害了 东华 是的 通过精彩回放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导弹在空中画出了一条非常非常完美的弧线 好的 又是一个非常高速的过弯 现在车辆来到了中国队的最后一个射击科目 也就是导弹对模拟空中目标尾追射击 没错 大家可以看到执行本次射击任务的是我们的小猪格 分队指挥员万宝金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屏住呼吸 来看一看中国队在最后一个射击科目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好的 启动了地面能源组件 举手示意 大家注意捕捉高速法弹了 法弹出现了 导弹出头 漂亮 又是一个完美的正常交汇啊 那么其实作为最后一个科目 导弹对模拟空中目标尾追射击难度是 所有射击科目里面难度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较至于迎共射击 我们的尾追射击难度在于队员需要准确的判断 航路接近点 而这个时间仅仅只有三秒钟 其实我们通过视频看啊 确实觉得我们的射手还是很厉害的 每次激发都是一发命中 但是实际上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打这个直升机把的时候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 确实比较难 难是难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天气 这个气候温度比较高 温度高会产生什么影响 温度高 这个目标红外盐 以周围石头的热盐基本相一致 也就是说 只要你苗偏了一点都可能打到山上去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怎么保证一发命中 这要靠平时我们积累的经验 在苗的过程中 一定要稳定地锁住红外盐 也就是说 在你扣下班级的那一刻起 就要稳固地锁住目标 可能单凭你说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很难理解 当时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场面 这样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屏住呼吸 来看一看中国队的精彩表现 好的目标出现 车辆已经进入到了设计开始线 导弹即将发射 导弹发射 漂亮 直接民主目标非常漂亮 其实我觉得小班在演播室里面显得比较腼腆 但是在赛场上绝对是一头猛虎 而且这一次还变头了 这一次其实比赛确实是能够担当这个荣誉 不仅为我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同时还被俄罗斯国防部评为优秀的导弹射手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成绩 平时的训练非常刻苦 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记得从第一年开始 每一年的参赛 参赛的选手中 我是这个体型最单薄的一个 特别是去年 基本上训练收抄回来之后 感觉都是拖着身体回来的 自从担任分队指挥员之后 我感觉没有很少睡过一次安稳的觉 每天当别人睡觉的时候 我还在写心得分析训练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 跟第二天要克服或者注意的事项 听说你还有一个法宝 就是你的一个笔记本 对 那是做什么用的 记录的是平时自己的训练情况 就是一个训练档案差不多 然后是一个前班存在的一些问题 跟自己的一些心得 还有第二天需要克服 或者一些注意的事项 这个本大概记了有多少内容 第一年开始组建到第三年 基本上每一年都记得满满的一本 这些笔记的话 一方面因为前期训练的时候 后期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出现同样的问题的话 然后翻一翻自己之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出现什么原因导致出现的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的话 当时自己是怎么克服的 怎么解决的 对 可以让自己快速的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 合适的方法 有什么好的体能训练方法 能够在这儿 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每一个星期 基本上都有这个 强化性的体能训练 一方面 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的 对 包括上肢力量 下肢力量 和这个耐力练习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力量练习 从参加这个比赛开始 我就慢慢地一直往下调体重方面 到最后从118直降到106斤 那时候还是坚持 每天做力量练习 就是106斤的体重 要扛着120斤的杠铃做深蹲 106斤体重 扛120斤杠铃 对 效果怎么样 在第一年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拿了一个 单向的400米障碍第一 确实是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当时拿到这个成绩的时候 心里什么感觉 当时拿到这个成绩的时候 感觉自己心情比较激动 一方面的话 自己付出了总有回报 可以拿到这个容易的话 应该来说是不容易的 小万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和战友们 一起在国际赛场上 为祖国争了荣誉 为中国军人争了荣誉 那么现在 你对于自己有什么新的预期 新的目标 我想把这三年来所学的 这个一些信念好的方法 传授到连队 连队平时的这个信念中去 以实战化相结合 希望将来有一天 连队的战事 有更多人走向国际的赛场 好 那我们就再次祝贺 小万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也希望你在今后的实战化训练当中 能够带出更多的好徒弟 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谢谢 从安全环境 苏洛洛夫突击到晴空比赛 中国队凭借强劲的实力 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为军队争了光 然而一次比赛的胜利 是迎接新挑战的起点 从零开始借鉴国际比赛 促进军事训练才是参赛的出发点 随着我军不断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 今后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和连演连训 也将成为常态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些新的动态 期待我们中国军人 在国际赛场上不断创造佳绩 为祖国扬威争光 下期的致敬终极英雄节目 将要带您回顾另外一组精彩的比赛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